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前面应该说上去的时候是涨停板 然后在开高之后连两天的做快速度的拉回 这个有一个意思在的 这个有一个意思在的 就是说毕竟还是有个反压在 所以说它比较不容易动 跟伪创一样 伪创这边是因为季线还是反压 所以说大家可能对它的看法就有非常多的意见 加上说其实这里应该是 前波的套牢到这里它还是想要去卖 那变成说在1万7的时候 它就会很想要去做一个调整 可是就又没有上去 所以说就会在那边纠结 那在广达部分广达也是这样 本来广达在前面应该在280 应该是260的时候 250的时候应该要调整 你没有调整来到这里 你就会很想要卖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未来这边他们反弹的幅度也不会过高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消息面是混沌不明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就好像说 对于广达是负面 还是对于伪创是负面 比如说微软在自己做AI的晶片组 还说NVIDIA要降价 那我认为NVIDIA降不降价 对于我们厂商 因为我们是代工的 我们是代工的 不管是微影也好还是伪创也好 都是做代工AI伺服器 那既然你是代工的 人家给你的价格 不会因为我卖多少钱而多给你 它不会这么好心 我给你保证它绝对不会那么好心 微软做AI伺服器AI晶片组 它也是给台湾人代工 我之前讲了AI的族群是说 它是把我们本来在做的伺服器上面 再加一个AI伺服器 把它的量扩大 效能提升 单价往上拉 等于是强迫你消费者多花钱 那我们是做代工的 最主要我们是做代工 跟销售的 做零组件 做这个PCB的 做里面的零组件 对我们来说量增加了 替代了NB 替代了手机 这些我们当然是获利的 所以前景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以整个AI的族群来看 或者是我们电子五个来讲 它的获利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像今天的鸿海 它就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鸿海就100块 咬死不动 就在这边做震荡整理 所以整理性来讲 很简单 它就是在做一个横向 意思是说AI的部分 电子五个的部分 它们就是在做一个横向 那你横向的话就是资金趋近平衡 我讲过资金一旦开始平衡的时候 它会去找低基期的 它会找 比如说你看今天转强的 长龙行代表光光股 这些都是另类的转强股 为什么我说长龙行 因为它代表一个内需的景气 内需的景气你看那边 这边也是跌很深 对不对 特点是不是跌很深 然后今天再也转强 再来会遇到反压没有错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一类型的个股是 整个产业面的改变 它才会动 华航长龙行 这个是产业面的改变 这边跟你说开放 廉价 这边开始准备做一个 类似选举行情的个股 开始好转 那我认为航空股这些会好转 是因为出国旅游 或者是说 你未来的航运客运的部分 会好 因为前面其实有 长龙也有涨过 你看长龙有跳空 长龙今天还是在涨 对不对 你行业股好转表示说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出口 已经好了 出口如果好了 那整体性来讲 它就会很稳定 资金面稳定 基本面稳定 再来就是什么 技术面 我们现在唯一的变数 就是说 你这边弹上来之后 美国这边什么时候暂停升息 我要讲的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因为暂停升息之后 大家的看法就是经济衰退 这个暂停升息后面 因为CPI下去 PPI下去 再加上通膨下去 还有这个所谓的油价下去 这就是所谓类似走到一个 所谓通缩 大家都讲得很远 所以说明年的六月 明年的几月不管怎么样 但我认为那是明年的事情 短线上这里 我们这个电子股 我讲过AI股还要再等等 意思是说 它的反弹要等它筹码沉淀 最快下个礼拜就看得到 再慢一点点要到下下礼拜 那我认为它的景气面是OK的 它会撑得住 它的股价它不会再破底 这是第一个 那重点就是说 你要不要把高级期的换到低级期 就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换 因为你今天来看的话 它今天就是在做轮涨 那你轮涨过后 它会去找低级期的个股 因为对他们来说 对于这个法人来说 是有利可图 我之前跟你讲过了 在十月底的时候 Samsung也讲了 Samsung也开始在说了 这里的所谓的需求面 已经因为AI人工智慧 发展的增加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低级期 开始它从头 开始从低级期转为高级期 低级期意思是说 我的最坏的时间点已经过了 对不对 我最坏的时机点已经过了 对不对 南亚科华邦店威钢 是不是华邦店 今天昨天涨停 今天拉回来一点点 威钢 高档震荡 对不对 高档 这个是低档上去下来 同样的道理 铃声 这个很久很久 大家没忘记它的存在 对不对 它是老股票 2369是很老的股票 这个是上市超过20年以上 对不对 做什么 记忆体的封测 记忆体的封测 代表说 他们的未来的业绩 也是由坏转好 因为记忆体前面报价 太低迷 而且它说什么需求不振 那现在的需求来自于哪里 AI伺服器 神仲也说了 美光也是这么讲 这是美光 美光也这么说AI伺服器 带动记忆体的成长 全部都在讲到AI伺服器 意思是说 今天就算是我们的组装厂 最近在那边股价在震荡 可是景气我讲过 景气已经顶上来了 景气已经撑住了 剩下就是出货量 NVIDIA出货 达到一个解决的程度 现在换成微软也要出 它用Intel的 用AMD的 对不对 其他厂商都在使用别的AI伺服器 但是它的结论都是 高算力 高运算力 高耗能 需要宽频的DRAP 它们都需要记忆体 所以记忆体在这一波里面 你不要一小看它 虽然说最近微钢是在回挡 这个滑芒电刚刚转强 然后再来回到林生跟华东身上 这个记忆体本身它就是 我们电子股里面需要去做补涨 因为前面都没涨到 前面在走的 AI在走的时候 它们还是在地板上 等于是而且它因为中低价位 我觉得这个行情里面它慢慢的 它会去慢慢的去找到什么 中低价位的个股 今天还有2800亿 2800亿就是说 它从前面的3200 3300又缩了 那它等到缩到2500以下的时候 它就会寻找这类型的个股 再来就是生计类的 我讲过生计类的这一波里面 很明显 生计族群里面 它是国家级的战略 这两个很重要的买家 新的市场 现在你看不到新闻 没有看不到全面的新闻 那是因为大家还在讲 今天是拜席会嘛 所以说看不到这个排挤效应 等到你明天后天开始的时候 就是下个礼拜开始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生计这个产业 会告诉你说 这是我们未来的护国群山 然后大家会开法说会 会开说明会 到时候你就知道 钻石今天在震荡 震荡 它也没有跌也没有涨 所以它会是一个长线布局的好时间点 我讲过了 这个低档刚刚起涨而已 刚刚起涨 中天季线军线 军线在这里 短军季线在这里 合一也是一样 糖尿病的药 糖尿病的这个溃伤的药 溃疡的药 这个没有几个人会做 因为很多人都不见得去 会去注意这个区块 因为它用的是什么 它用的是草药类的 合一用的是草药 而且这个是在中国 中国有1.4亿人的糖尿病患者 属于高血糖概念 发病率大概13% 所以大概有750万人 然后这750万人是因为 你有1.4亿人 发病率1.3 然后大概有糖尿病毒 大概有8.1 如果这个在台湾 应该没有这么高 因为中国大陆里面 它除了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以外 二线三线城市里面 他们有时候的那种卫生观念 他们还是吃自己吃爽 有时候小商 自己乱买药来看 所以一旦发病 他们就会找不到东西 那你现在已经有solution 对不对 你合一已经拿到药证了 中天授权发售 对不对 你中天发售中天帮它卖 所以表示说在中国这个区块 中天是拿得到商机的 更不要讲说中天之前 也是在做维生态产品的布局 笔豆盐 对不对 明年还有药证药发 就是2024年 2024年就是在下几个月的事情 对不对 还有跟美国的细胞业者 做合作签署协议 这什么概念 这就是钻石投资在做的事情 它在做天使资金 它在投资生技的专利药 一旦这个药品的 这个所谓的拿到了专利权的时候 它可以有它的垂利金的收益 这个就是它在做的 这是极度专业的事情 我讲过这个不是在做短线投资的 有时候我们在做股票 我现在所看的 可能是因为震荡的行情吧 所以大家都是今天买了 明天买 明天买了 后天买 我是不晓得你跟不 你有没有跟上这个脚步 还是说就看看就好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都速度非常快 马上就转掉了 那它之前看法的想法是什么 我又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不管那是别的事情 那我要讲的是说 生技不要小看它 我认为我们台湾在做生技 已经发展了快15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我所谓生技是说 它有认真的在做在上市柜里面 很认真的在布局 在所谓的发展药物的部分 已经超过15年以上 不算短 不算长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中期发展的阶段 所以整理性来看 我们的科技展办的是刚刚好而已 这个科技展就在月底 对不对 月底 这个是重点 这边是中东跟东欧 这是重点 他们来还可以带动我们的观光 带动我们的航运 航空股 带动我们的航空股 这个是除了展览是这样的 展览是除了可以带动观光 除了做生意以外 所以今天的观光在涨也很平常 也很正常 它应该要反转 只是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动 那你今天一起动起来了 那就非常的好 因为整个台股就很健康的上去 准备开始做轮动 准备开始做轮动 那等一下休息后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 跟下个礼拜 我们要留意什么地方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真心照顾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这里我先给各位提醒 我今天在这个看盘的过程里面 有发现到几个现象 它有在拉东出西 拉东出西 这个现象其实蛮不好 像华硕今天就回得很快 这个刚刚创新高230 然后又回到最低的那个216 它这个也跌得非常的快速 236又快速跌回来 这个表示说 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景气面 有点疑虑 但是整体性的PCB 它是确实是都在所谓的反弹的一个高档 进棚不要看 进棚今天是接近掌停板 滑通之前也是在这边然后回档 那你2368也是一样 3044的见顶都一样 所有的PCB族群全部都往上垫高 表示景气面是恢复正常 现在就是在走这个所谓的获利了结阶段 这里有很多人在做获利了结 我先告诉你 所以明天很有可能这个行情是会往下的 我就先讲 第一明天是礼拜五 再来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1234 16700到17200 接近 总共涨了快400点的空间 它涨了400点 它一定会做一些动作 做一些动作 它一定会想要卖的 很正常 好不好 所以明天如果有 拉回来你也不要怀疑 那你说你是不是要急着去抢 我也认为不需要 不需要 台北股市有个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它如果到一个整数关卡过了以后 譬如说之前16000到16800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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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16800就很难过 过了以后再电到17000以上 它就会在这边震荡震荡震荡 就是又回到17000零多少 又来到17000 它就不太过 所以类股轮动很重要 明天搞不好我跟你讲 这个长头行就会弱势 铃声就强势 钻石就强势 因为它会着落金强 金强着落 它会这样轮动 只是说我讲过了 产业面会把股价往上垫高 那只是因为AI的筹码太乱 所以它有的时候股价震荡的时候 它不小心会破底 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 要么你就换股操作 要么你就跟上脚步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你跟着我做三个月的时间 你会看 应该说两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 你就会知道成果是什么 我认为你三个礼拜 你慢慢的就会回复很多 三个礼拜你就会 大凡对你来说没有伤 就算跌下来也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我们在选股都不会跟你乱讲的 而且我都公开了 我本来想要盖起来 我觉得很多人都盖 我也想要学一下 拿一下盖牌 可是我总觉得 那不是我的style 所以我就不想盖 那我只是想圈高各位 这个行情如果回来 你不要怕 你要么就跟我做 我认为你跟我做 你比较不会怕 因为搞不好明天盘中 会很可怕也不一定 我先跟你讲 我先口头跟你讲 因为我看到几个现象 我觉得不太好 尤其是今天的金融股很强 那我也不晓得它在抢什么 因为台湾的金融股 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利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美感 这是有美感 所以各位你真的要小心 小心以对 我认为明天会有一个 比较有效的拉回 而且今天晚上的美股 看起来好像也是这么走 不过那个是附带一提 因为这个是技术性的回档 听清楚啊 技术性的回档 跟基本面的改变 是两回事 技术性的回档就是 啊 长多修正一下技术指标 就是短线获利下车啦 基本面的改变 会让法人的那个 他们在计算这个 未来的投资前景 Alpha避险 Beta避险 然后再跟你说什么套利 索尔任的Module出来以后 他说这个不行就是要卖 卖了他就套利 他去做其他的商品 那就股市就会跌得比较快 就是基本面的改变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状况呢 他们就会买了多一点点 卖一点点 买了多一点点 卖一点点 买太少了 再买多一点点 就这样 但是他不会做策略性的更改 没有策略性的更改 就没有波段性的下跌 再讲一遍 没有策略性的更改 就不会波段下跌 策略性的更改 取决于基本面的改变 这一波往上涨一千点 一万六到一万七 是因为资金面的改变 资金面说暂停升息 再次其他的股市 回来买全球的股票市场 回补持股水位 好了 持股水位现在已经上来了 剩下的就是我们台股自己在走 为什么 补起来了 今天再看国际股市 跟我们台币的部分 台币今天是相对性的升值 但是台北股市却没有动 对不对 上证这些都是在平凡附近震荡 美元指数准备再往上涨 美元指数往上涨 台币再升值 这有点相反 所以说明天应该会有些大的波动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 持股拿进来我帮你看 我会写给你这个高低点 你自己去拿捏 如果真的还没办法 你就跟着我来操作就好 像我们会员讲的那些我也没有一直拿出来讲 那是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其实你看那么久的节目 你应该很清楚说 我的style是什么 我不会跟你乱讲 我买就是买 卖就是卖 我也不会告诉你说 突然间冒出什么涨停板 我不会这么干的 因为我也没办法这么做 那个违背我的个性 但是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是有 只是怎么选股 还有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安定 什么意思 你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没有那么可怕 除非说你真的买的都是跌的股票 那就表示说你买的时间点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那你有问题 那你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 LINE ADS扫进去 你随时问我随时答 我会在最近这几天里面 尽量回答各位的这个持股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里你要调整 来到了17000点 你应该手中的有些股票是赚钱的 有些是少赔的 那如果说你还是赔的很多 那你真的要拿出来看一看 面对它 我讲过了 人年纪大了 只剩下自尊心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去认错 但是你要懂得去问看看 问看看很重要 问看看 问问嘛 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加入 会员没有这回事 你看我也没有在促销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缘分嘛 你愿意来就来 不愿意就算了 如果说你觉得OK了 你再来说 不OK算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还不到做空的时候 加入会员你要了解 我希望你能够以后 以后 拨点时间或是说怎么样 学着怎么这样去做空 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个避险操作 去学着跟法人一样 人家在做Beta避险 这个Alpha避险 再增加5的杠杆度 你也要学它嘛 因为这个行情有时候很复杂 什么意思 今天涨个50点 跌个50点 结果人家还是获利百分百 获利好几个 涨停百 为什么 人家在做杠杆度操作嘛 你要这样学起来 你不学起来 你拉业的扫进去 我会教你 你问我问题 我会教你怎么样做 因为我不能在这边公开跟你讲 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会员的 有的时候是KYC的问题 KYC你不懂 就问你一页员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KYC嘛 所以我很多东西 我没办法跟你讲那么清楚 所以说你尽量 扫进去尽量问问题 我会尽量回答你 因为未来行情蛮重要的 掌握这个机会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